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为了怕大家读到这边 前面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在每个主日也会录制创世纪的特别信息 帮助大家不仅温固之心 也更进一步掌握整个创世纪 它的一些架构 还有更深切的神学的反思 我们就来看第32节 那人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奉命 要来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到合适的妻子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 拉班卸了骆驼 用草料喂上 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 把饭摆在他面前 叫他吃 他却说我不吃 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 老仆人非常的忠心 他说先让我把我来的目的讲清楚 再吃饭也不吃 那当然也代表老仆人心中非常的激动跟喜悦 因为在24章上半段 这个在井边的时候 我们看见老仆人心中自己向耶和华感恩 他知道原来一路上耶和华真的派使者带领他 真的是人海茫茫当中 竟然就让他遇到了他主人的亲戚 的家里面的女子 这个若不是出于耶和华 人海茫茫当中哪有这么臭巧的事 所以呢老仆人现在心里面非常的赞美神 而且非常的激动 他就要来讲明他的来意 3.4节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 使他昌大 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币 骆驼和驴 当年亚伯拉罕离开这里 往这个迦南地区 事隔多年 神大大祝福亚伯拉罕 因此老仆人他是这个管理 亚伯拉罕全产业里面 资格最老的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他亲眼见证这些年来 神如何祝福亚伯拉罕 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见证 先来告诉拉班他们 那我想拉班从这 这个老仆人所带的这十匹骆驼 满满的那个贵重的礼物 大概也觉得 这个此言不假 三十六节 我的主人的妻子 撒拉年老的时候 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 都给了这个儿子 不得了了 耶和华这么赐福我的主人 神他仓大这么多的财产 现在都给这一个以撒 要来继承 我主人叫我启示说 你不要为我儿子 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亚伯拉罕不希望以撒 娶这个迦南地当地的女子为妻 因为这些当地人 他们并不敬拜耶和华 亚伯拉罕认为这样的通婚 是不好的 他希望他能够娶的媳妇 是一个也是敬拜耶和华的人 所以他交代老仆人说 你要往我的妇家 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 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 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 我所侍奉的耶和华 必拆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 叫你的道路通达 你就得以在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 给我的儿子 娶一个妻子 结果呢 真的 这个亚伯拉罕 所说的完全应验 神如今就拆派了老仆人 真的找到了 这个拉班他们 太奇妙了 41节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 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所以呢 现在老仆人就把话讲在前面 亚伯拉罕这样子预言了 而耶和华也如此奇妙的成就了 让我遇到你们了 那这个以萨是不会到你们这边来的 那你们家的女儿需要跟我回到迦南地 那这个事情神竟然都如此奇妙的成就了 亚伯拉罕的预言也都成就了 那接下来就看你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让你们家的女子跟我回到迦南地去成亲 我今日到了景旁 我就在那里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我如今站在景旁 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 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他若说你只管喝 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 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 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子 因此老婆人是相信 谁成为以萨的妻子 耶和华早有预备 耶和华也早有预定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立百家就出来 肩头上扛着水瓶 下道井边打水 我便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老婆人就来看是不是就是这一位 他就急忙从尖头上拿下瓶来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我便喝了 他又给我的骆驼喝 老婆人就发现立百家所做的 跟他刚刚心中祷告的完全吻合 因此呢我就问他说 你是谁的女儿 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 比土利的女儿 拿赫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兄弟 所以比土利就是以萨的堂兄弟 哇 老婆人就说 这绝对不是臭巧 这真的是出于神的安排 竟然让我遇到了 拿赫的儿子 比土利的女儿 我就把环子带在他的鼻上 把镯子带在他的两手上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 弟兄姐妹你看 如果我们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我们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 我们按着神的旨意而走 也相信神必会为我们开道路 我们自然就事半功倍 走在合适的道路上 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 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 待我的主人就告诉我 若不然也告诉我 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 他说现在就看你们的决定 如果你们愿意以慈爱诚实 待我的主人诚心诚意 要把你们的女儿 嫁给我的小主人 那请你就回答我 那如果不愿意 也请你老实告诉我 我才知道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 这是乃出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哪立百家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拉班跟比土利一听见 就说没有这么巧的事 这一定是出于耶和华 不然茫茫人海当中 怎么可能刚好就遇见了 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女孩子 立百家 所以呢这个是出于神的 52节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 哇就像耶和华 伏伏在地 老仆人他又在那边向耶和华 敬拜了 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对主人 忠心的老仆人 也是一个对神 心存敬畏的老仆人 如果我们的同工伙伴们 能够跟我们如此的忠心的配搭 也能够跟我们对神一样的忠心 有信心 那真也是我们的福气 当下仆人就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 送给立百家 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这个我们在上一次也提到 二十四章上半段 这个经文特别强调 这个拉斑 这个好像对这个这些贵重的礼物 特别眼睛为之一亮 我们到后来 后面几章我们就看见 等到雅各也去投靠拉斑的时候 真的就可以发现 拉斑真的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五十四节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 吃了喝了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仆人就说 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立百家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说 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 至少十天 然后他可以去 他说怎么那么快就要走了 最少再待个十天再走吧 仆人说 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 你们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 回我主人那里去 仆人坚持 事不迟疑 应该赶快就要回去 完成耶和华所托付给我的使命 他们说 那我们把女子叫来问他 就叫了立百家来问他说 你和这人同去吗 立百家说我去 看来立百家他也非常愿意 来完成这一件婚姻的大事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立百家和他的儒母 同亚伯拉罕的仆人 并其他跟从的仆人都走了 他们就给立百家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衣得着仇敌的城门 就为立百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立百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 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 仆人就带着立百家走了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 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 皮尔拉海来就是很久之前 下甲怀孕的时候 被沙拉赶出去 被沙拉苦带 然后他就逃跑了 然后呢 在这个旷野 很辛苦的时候 就在这个皮尔拉海来 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那六十三节天将晚 以撒刚出来 以撒就出来在田间默想 默想这个字呢 这个由于在圣经旧约里面 只出现过一次 所以这个字真正的意思 很难确定 所以中文就暂且 把它翻译成默想 就是以撒在天将晚的时候 就出来在田间 不管是默想也好 散步也好 结果他就举目一看 见来了一些骆驼 是谁来了 莫非是老仆人回来了 利百家举目 看见以撒 就急忙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说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 仆人说 是我的主人 利百家就拿帕子蒙上脸 拿帕子蒙上脸 就是让自己成为新娘的意思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 利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娶了他为妻 并且爱他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这个以撒其实他一个人 也是蛮孤单的 因为他的父亲就只有他这个儿子 那他另外一个哥哥 以斯玛利 在以撒很小的时候 也离开了以撒 那所以自从母亲离开之后 这个以撒就更显得孤单 感谢神 神赐给他一位美丽的妻子 利百家 以撒很爱他 然后呢 他孤单的心也得着了安慰 我们透过今天经文看见 透过这位忠心的老仆人 他亲自的见证 让我们看见神真的 恩待亚伯拉罕的每一件事情 甚至连亚伯拉罕他最挂心的 这个他儿子的终身大事 神也都亲自看顾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把大小事都交托给那位 信实可靠的主 神愿意 看我们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 神必为我们亲自开路 把好机会赏赐给我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 不论何事 我们都尊你伟大 不论何事 我们的态度 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蒙神的祝福 亚伯拉罕大可在迦南地 跟很多人结亲 但他不愿意 因为他希望他儿子 能够娶到的女子 也是认识神 敬畏神的女子 主这样的态度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 不论是各样的事情 我们是否都能够像 亚伯拉罕一样 有一个敬畏神 爱神 优先把神 摆在第一位的态度 我们把神当神 把大小事的主权就交给神 神就把我们的事 当成也是他的事 就必为我们祝福 必为我们预备 最好的安排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